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结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 我们无法回避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没有很彻底 法律制度也不如一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得完善 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呢? 未来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要素何在? 在邓小平南巡的1992年以后 外国直接投资FDI一度达到整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5%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产出增长和技术提升 除了前面文章讨论到的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重要作用之外 人力资本也是一项难以忽视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理解外资的选择 劳动力的性价比一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只有和劳动力的结合 资本这个生产要素才能够生产出GDP来 那么哪个国家的劳动力性价比越高 FDI就越愿意进入哪个国家 这是很朴素的道理 这里之所以不用廉价 而用性价比这个词去描绘劳动力的状况 是因为资本在选择投资国的时候 就像消费者逛商场一样 并不单单看了价格标签就买东西 还要比较东西的质量 看看是不是物有所值 那么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 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怎么样呢 在分析劳动力素质的时候 有两个比较好的质量指标 来分别衡量低端的劳动力 工人和高端的劳动力 工程师的质量水平 首先是成人十字率 它描述了最普通的工人的基本素质 这里所说的普通工人 实际上是支持发展中国家 发展初级阶段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生产要素 由成人十字率可以反映 这个国家的普通工人的知识水平 十字率越高 代表了工人越能够理解 现代大工业的操作程序和熟练能力 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 1990年 中国的成人十字率达到78%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76% 大家或许会不满意于这样的水平 怎么才达到平均水平 可是要知道 1990年的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 当时中国大约300美元 而世界平均水平是超过4000 这说明 中国政府在经济起飞之前 已经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储备了足够优秀的普通劳动力 由此 在全世界吸引FDI的竞赛中 中国可以成为最能够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 与之相对比的印度 这个更加接近于西方国家体制的发展中大国 照样有极低的劳动力成本 也有更加好的保护产权的法治体制 但是在国际资本面前并没有那么具备吸引力 因为印度的成人十字率到2015年才达到72% 不过印度有印度的优势 在第二个衡量指标中 印度曾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那就是大学入学率 这个指标说明的是未来劳动力中的工程师比例 或许它能够部分的代表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能力 在2000年 中国是7.7% 而印度是9.5% 两相比较 印度的优势明显 所以记得在90年代我们念书的那会儿 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印度在高科技方面 或许会比中国发展得好 但是这个情况在本世纪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从2000年开始 中国政府启动所谓的大学扩招计划 到2005年 仅仅5年之后 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就已经达到20% 这已经非常接近世界水平24% 而印度依旧徘徊在10%左右 虽然有意见认为中国大学扩招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大学生数量的急剧上升 为现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速增长提供了保证 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大学生介入劳动力市场 中国能够诞生阿里 88腾讯和华为这样优秀的高科技企业 大学扩招增加了中国高端劳动力 工程师的数量 但是大学本身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才能改善未来中国工程师的质量 而只有提高未来工程师的质量 才能保证创新成为企业和宏观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 需要从资本积累和资源耗费转变到创新驱动 也提出了诸如2025中国制造的计划 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建立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也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大学体制变革迟迟没有进展得到佐证 从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分析 似乎有点儿对这样的崇高使命勉为其难 因为行政管理是所有管理中最缺乏效率的一种方式 而科研创新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人类生产活动 所以很难想象 也从无先例 一个最低效的管理方式会诞生最有不确定性的创新成果 从这一点上分析 我不看好中国未来的创新转型 不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 中国的开放度很大 我们本土的大学科研机构受制于行政体制 但是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却可以通过和国外先进大学的合作 得到长足的进步 几年来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 回国数量增加更加快 因为体制原因 中国不能像吸引产业外资一样 把教育领域开放给世界 但是出口学生相当于进口大学 1996年中国的出国留学生数量才区区2万人 到2015年已经超过50万 更加可喜的是 回国率回国人数出国人数 从当初的30%提高到现在的80% 按照一所大学招生1万人计算 每年50万的出国留学生相当于我们进口了50所大学 但是一个国家 而且还是一个大国 真的能够把未来寄托在外国的教育机构上面吗 香港苹果日报 发表中国资深传媒人吕月的评论文章 题目是 当习近平被捏住要害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 12月1日 当举世触目的习特会在阿根廷举行时 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 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 也是同一天 美国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 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张首胜在旧金山坠楼身亡 孟张事件五天之后曝光 孟晚舟的刷屏立刻盖过习近平 几乎成为世界各大媒体不得不看的新闻 甚至可以说除了孟晚舟几乎没有新闻可看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孟对习非同寻常的重要 华为是以四英面目出现的中共军工龙头企业 也是实行技术监控的世界通讯设备龙头企业 不仅在中国实现金顿工程 建立世界最高的防火墙 而且对全世界实行技术监控 偷盗美国知识技术 向朝鲜、伊朗转售美国禁运产品 而且肩负开发输出5G 以搞垮美国为重任 是一带一路和2025计划的第一航母 而孟晚舟有华为最厉害女人之称 抓住孟晚舟也是捏住了习近平的七寸 至于物理大师张首胜身份也正被揭开 她是千人计划参加者 她的团队2007年发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 她的发现通过控制电子的自旋运动降低耗能 完成未来芯片构想理论上的预测 因而获得多项重大物理奖 今年她和致力于芯片开发的华为有接触 有说美国警方对她的抑郁症自杀已着手调查 这两个事件与席特会发生在同一天 有偶然因素 也有必然因素 多行不易必自弊是人和事的共同规律 更加说明川普发动对中共贸易战的必要性 孟晚舟被纽约东区法院控以欺诈罪 以引渡法要求加拿大实行逮捕 美国出入境记录证明 孟晚舟竟然具有中国和香港不同姓名的七本护照 第八本也被发现 香港的三本不同姓名的护照同时有效 这次被捕 她是用第二本香港护照进入加拿大 还不是香港政府最新签发的第三本护照 这都是对中共和香港护照法的践踏 多年以来她这种特权人物 正是以违法身份游走世界 进行破坏WTO规则的贸易活动 据报道习近平和川普面对面坐在G20的谈判桌上之前 已知道孟晚舟被抓 但是习若无其事 一口气向川普承诺全部条件 按照纳瓦罗最新爆料 不是30分钟 而是45分钟 这是史无前例的 一位中国主席坐在那里 展示一份协议给美国总统 这证明现任美国总统的力量 也见证了两人的友谊 取得90天的缓期 说明习不仅有扛200斤不换肩的定力 也有引而不路的城府 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 七寸被捏只是被捏 结束贸易战才是求生之火路 孟晚舟命运在刘鹤手上 当前中国形势重新回到4、5月 媒体外交部赤膊上阵叫骂 水军五毛小粉红旗出动 掀起反家反美的滔天浪潮 只差上街包围大使馆砸美国车了 11日连王毅也表示对霸凌行为 中国绝不会做事不管 不提孟晚舟 因为她毕竟在习特会上有一席之位 还得顾及身份 而习近平的私人代表 中美贸易谈判牵头人刘鹤 在习特会之后 立即回国 准备浩瀚的文本资料 就连最高法院也动起来 修改金融法规市场准入条款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9日被问及孟晚舟 他表示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的 此事属于刑事司法范畴 但是他同时强调 协议必须是可证实的 必须受到监督 不能只是我们过去看到的那种 模糊不清的承诺 习近平和刘鹤当前仍旧认知90天的谈判 正成为影响明年经济走势的重要变量 当前中国经济所有的数字 表明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在加大 内忧外患下实体经济的困境 指增不减 中国官员透露 习近平已经指示手下人员继续跟进他与川普达成的协议 中国商务部11日公布 刘鹤应约与美努钦和莱特希泽通了电话 这预示刘鹤率团赴美谈判不会受阻 值得分析的是 美国目前仍未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 依照加国法律 如果未来60天内美国没有提出引渡 孟晚舟将获释 川普也无权干预纽约东区法院 但是他手中还有特赦权 不管怎么样 刘鹤的担子又加重一分 孟晚舟也可能成为习政权自保的一条段位 BBC新闻网发表爆童的文章 题目是 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 北京正在办改革开放四十年展 据说展板上没有失误和问题 只有成绩 习近平新时代的成绩占四分之三 邓小平等前领导的成绩占四分之一 有人问 这合不合乎实际 我对领导人公计大小之类的话题没有兴趣 我只知道中国的改革曾经关系倒生和死 改革的生死存亡就是中国人的生死存亡 改革的主人 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人 不如说是十多亿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 毛泽东活着时 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是有主导权的活人 他说公有 私有就是罪 他要统购统销 市场就被消灭了 他叫办公共食堂 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就必须充公 他要你下乡 就不准你待在城里 他认为什么话是修正主义 说这种话的人就必须挨斗 有些人因此被打死 当时盛行的口号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不只是吓唬吓唬人 他是必须照办的行动纲领 中国人要活 不摆脱毛泽东的制度是没有希望的 1976年以来 凡是有效的改革都是改掉毛泽东制度的改革 无论是撤销人民公社 还是允许私人经济 毛活着 没有人敢试敢试的人 不管大人物还是老百姓 一个个都被镇压了 是毛泽东之死 使改革出现了一线生机 中国改革的冲天第一炮 是人民公社的瓦解 这瓦解不靠党的领导 相反靠的是不愿意服从党领导的农民 开始时只有一个村 村民们背着中共冒着生命危险 自作主张决定秘密分田道户 当时叫做包产道户 后来全国农民分起 风起云涌 势不可挡 终于把毛泽东的党 用来禁锢中国农民的那个 把苏联集体农庄与东汉五斗米道拼凑而成的 人民公社制度 送进了历史垃圾堆 改革的第二件大事 恐怕要属城镇个体户和其他私有经济 与后春笋般的再生 为什么说再生 因为在毛泽东死之前 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把私有经济连根拔光 连不斜剃头之类的小瘫头 也被国家洗劫一空 收归国营了 毛一死 机会来了 被驱赶下乡的青年自作主张 不听毛的话 纷纷回城 回城之后何以为生 除了有门路的当了干部 有顶替名额的当了职工以外 绝大多数都被党爱莫能主 作为党国的弃鹰 他们只能在社会主义体系之外 自谋生路 所谓自谋生路 说白了 就是群起而走那条被毛和中共批倒批臭挖断堵死了的私有制的邪路 当个万恶的私营者 1980年代初期 铤而走险 重走私有之路的老百姓们 正是中国城市改革的发起人和元老 接下来是汹涌澎湃的农民进城朝 历朝历代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 基本上是可以自由走来走去的 毛泽东自己就可以进长沙上学 进北京就业 也可以进上海法租界开会 韶山冲里的毛泽东可以进城 别的乡下人为什么不可以进城 问题出在大跃进 1959-1961年 四川、河南、安徽、甘肃等地 饿死了几千万人 为了毒死农民外出逃荒的活路 中共全面的严厉的强化了户籍制度 农村饿死人瞒得住 城市饿死人瞒不住 农民若进城 无论倒闭在街上 还是跟城市居民争饭吃 都会丢尽社会主义三面红旗那张伟大的脸 毛泽东的党对农民进城心存一句 称之为盲流 视之如大敌 毛不死 农民走不动 毛死之后 农民跃跃欲试 动起来了 精壮劳动力不约而同 远走高飞 进城找活路 势不可挡 一开始就是几百万 接着上千万 最后上亿农民 潮水般涌进城镇 默默地为国家创造着最高的剩余价值 提供了最大的原始积累 客观上使城市精英和党官们尝到了暴力致富和腾飞崛起的甜头 改革没有悦耳的故事 没有什么玄虚 无非就是一群群的中国人不愿做奴隶 要活下去 农民不要人民公社 要活下去 青年不要广阔天地 要活下去 不愿意被捆绑在土地上的人 要到有机会的地方去抓住活命的机会 诸如此类 如此而已 改革的起源和主流如此 后来的演变和发展也大致如此 所以 改革的基调不是婉转动听的小夜曲 也不是威武雄壮的进行曲 不过是一些在高压和重负之下 起起伏伏的航域航域的喘息声和乌业声而已 参与改革的队伍是宏大的 许多中共党员参加了改革 胡耀邦赵紫阳万里 习仲勋 等著名的共产党人都在其内 他们同情不愿做奴隶的人 他们自己就是不愿做奴隶的人 松绑 放权 让利 搞活 总之 支持改革表明了他们对各个领域改革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 这种立场和态度是毛泽东和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 在不愿意做奴隶的共产党员们支持改革的同时 另外一些坚持毛泽东身后中国人必须继续做奴隶的共产党员们 对改革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讨伐和镇压 以上这两种力量的肖长形成了1980年代改革潮汐的掌落 需要指出改革一旦成为全社会的要求 明目张胆反对改革就行不通了 巧妙的办法是打着完善深化规范诸如此类的旗号 把不愿做奴隶的人的手脚重新捆绑起来 密密麻麻的审批应运而生 立项必须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就必须寻租 党国批准了诸实顺遂 党国不同意不给你许可证 生意做不成贷款没指望打官司一定输 教书写文章拍电影必须七部讲 发消息必须和党媒一致 否则非但一事无成 自己很可能吃官司还得诸连无辜的家人和亲友 党国的权力无限大 为所欲为要争你的就争你地 要拆你房就拆你房 要你停产就停产 要驱赶低端人口就驱赶低端人口 说你犯法你就犯法 这算什么情况 你可以说改革已经死了 或变质了 异化了 你也可以说改革是被完善深化规范了 当然跟毛泽东时代相比 毕竟是进步了 现在政府活了 党官的自己人活了 而在毛泽东时代 只有毛是活的 连政府和自己人也是毛的仆人和玩偶 也不是活的 以后会怎么样 我不会算命 我只是想 如果国歌的第一句不被修改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中国非但绝迹不了 而且少不了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或者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 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